那有话有人问我老阿姨土壤板结了究竟怎么办 这个东西很简单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土 你比方说老公不听话换了它 现在中国3000多万光棍呢 你惯了它干什么 老阿姨我的土壤板结了怎么办 俩办法要么修理 要么就换了它是吧 松松土呗 你说哎呀换 我用点那个 我看现在有那个土壤松土镜 用了以后这个土就变得很松 有用吗 你相信吗 臭宝 你老公不听话 天天喝酒打麻将钓鱼去 有的没瓶水要听话水 你给他喝了以后他听你话 你相信吗 怎么你这不是呼吾人吗 不存在这些个事 你说到底能不能改善土壤 你要知道啊 就是我在寿光也认识一些朋友 他们种大棚 种大棚它蔬菜产值很高的 经济价值很高的 像改善土壤这会儿 他们都很舍得花钱 你像他们恨不得说是 100亩地里面上几十吨的粪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 这里面就也不行 有的话说我用粪肥去改良土壤 您别忘了 现在的一些粪肥大多是 一些人工养殖吃一些饲料 它拉出来的那些臭臭里面呢 它都会有一些个无极盐啊 有一些个盐分 包括一些暗的烂七八糟一些东西 它也会有一些个物质 导致这个土壤里面 进成一个二次污染 用的多了时间长了以后 它也会凝结 因为不能完全吸收 那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有的话就开始郁闷了 我到底怎么办 你不咱们养几根花 你不用到底怎么办 你就直接换土就完事了 你别指着说是 我用一点什么东西 我把这个土壤给改良了 我想不换土 几乎不可能 有的话说买点贵的 你买点贵的 你用的钱 你购买万塞的土了 最万塞的土也不贵 好吧 把更多的精力 把好的一个时间 把精力花在到日上 去干点正事 别扯那些个没用的 我说的 你不信你问专家也行 没有说是一个很神奇的药剂 瞬间改良这个土壤 如果有的话 撒哈拉需要它 好吧 去撒哈拉改良一下 我们去种地去 我第一个去 好吧 不太现实 什么把沙子变成土 把那个土软化 那跟点石头 你有什么区别啊 啊 你不动脑子啊 养花你又笨笨的 你又走就行了 十年难学的时候 已经他一年就学个庄家汉 你 也变死了 来来来 你断着了 断着了 老花衣 你往这张衣 下期的时候 再给大家叨叨那些 卫生物的事吧 选择见 不见不见 白了白了 嗯